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史书记载里 却找不到他们之间任何直接联系的记录 这本身就很奇怪 作为武帝进城 又经常出入公围 且由于霍去病的原因 二者本来应该是分亲密才对 但是霍光反其道而行之 和卫视好像绝缘了一样 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搞政治的人做事必有其目的 霍光了解汉武帝 了解汉武帝对于解党乱政的禁忌 因此尽管霍光感念卫视之恩 却紧守本分不敢越雷池半步 正是他的这种做法 让汉武帝对他另眼相看 于是更加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认为他是个心中无私 可堪大用的人 乌骨之祸中的立场 针对太子和卫视的乌骨之祸爆发了 卫视一族被彻底清洗了 所有和太子卫视有联系的人 被图露殆尽只有两个幸存者 一个是太子刘具的孙子刘碧义 另外一个就是霍光 作为霍去病的弟弟 在乌骨之祸中霍光的态度耐人寻味 他选择了不言 就是不发表任何观点 不是霍光冷血 也不是霍光无情 窒息刘具和魏子夫的死讯后 在无人的角落里 可能会有一个人偷偷的哭泣 那个人的名字就是霍光 霍光清除魏太子和魏皇后是无辜的 但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做出决定的是汉武帝 受宠的是勾义夫人 手握大权的是李夫人一脉的大将军李广丽 和宰相刘屈毛 魏视只剩下了自己和还在强宝之中的刘碧乙 此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巫骨之祸后 汉武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明朗化了 只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刘芙林 勾义夫人成了这场血腥屠杀最后的赢家 但是不久之后 汉武帝处死了勾义夫人 理由是子佑母装避乱其政 很多人都说汉武帝无情 也有人说汉武帝在最后时刻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此刻一直在武帝身边对于武帝决策有巨大影响力的人霍光 对于在武帝身边多年 敬于全谋正式的霍光来讲 不可能看不透这一层关系 霍光恨透了勾义夫人 李广丽 刘曲茅这群人 对于双手沾满卫是鲜血的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勾义夫人只是第一个 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后援元年 势中扑射网和罗与她的弟弟 重合猴马通密谋造反 被霍光、金日帝、尚管节等人共同诛杀 这两位也是参与巫骨之祸 对为施轮起屠刀的筷子手 刘曲茅被腰斩 李广丽叛逃匈奴 拨乱反正的机会 在汉武帝生命的最后阶段出现了 对于这些事霍光不遗余力 同时她和金日帝、尚管节也结成了同盟 汉武帝选择的托孤之臣有四个 霍光、金日帝、尚管节、桑红阳 查阅了几个人的履历之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尚管节以勇力著称于是 就是搞军事的 桑红阳是搞制度和经济建设的一把好手 只有金日帝和霍光是搞政治的 而金日帝又是匈奴人 因此汉武帝临终前的选择 实际上是让金日帝和霍光辅正 上管节制军 桑红阳搞制度体系和经济建设的 从年龄上看 金日帝已经老了 她的作用更多的是辅助霍光 因此霍光成为了西汉王朝政坛的第一号人物 二、辅政之人 除奸故本 金日帝死后 霍光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上官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和霍光节成了儿女亲家 霍光不在的时候 就由上官节代理大将军的位置 慢慢的上官节有点不满足于自己的老儿位置了 因为论资历论出身 上官节都在霍光之上 但现在霍光是老大 自己还要处处看霍光的眼色形式 尽管和霍光节为了儿女亲家 但是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 反而处处受到限制 因此上官节和霍光渐行渐远 桑红阳对霍光也很不满 她在开边心力方面很有建树 又同为五帝脱孤之臣 但是霍光似乎对自己并不感冒 自己提出的任命自家子弟做官的要求 一次次被霍光拒绝 因此桑红阳对霍光也怀恨在心 同样对霍光充满敌意还有燕王流淡 她是汉昭帝刘福林的哥哥 因为没有继承地位 因此对于汉昭帝心存怨恨 汉昭帝的姐姐恶意盖主 本来从小把汉昭帝带大 两人关系十分亲近 但因为她寡居多年 为了寻找感情上的寄托 就咬了一个男宠丁外人 并想为这个男宠谋求官职 但这样的要求被霍光拒绝了 因此恶意盖主也对霍光不满 这四股势力联合在了一起 将矛头指向了霍光和汉昭帝 上官杰等人让人假冒燕王流淡的使者 趁着霍光不在的时候 到汉昭帝面前告霍光的黑状 不料汉昭帝并不上当 还当众揭穿了上官杰等人的阴谋 这让上官杰一火很恼火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联合起来 准备有恶意盖主出面宴请霍光 并在酒宴上除掉霍光 然后废除刘福林 改立燕王流淡为皇帝 但这个阴谋被霍光提前使破了 于是上官杰、上官安、桑红阳 另外人被处死 恶意盖主 燕王流淡也自杀身亡 至此霍光把权力完全集中 到了自己的手里 霍光和刘福林之间 一直保持着相互信任的军臣关系 在上官杰等人诬告霍光时 刘福林就说 大将军是先帝脱孤的大臣 辅佐汉是绝无二心 你们不要诬陷大将军 同样 霍光并没有因为 刘福林是勾异夫人之子 就对他心存怨恨 而是尽心尽力辅佐这位少年天子 孩子是无辜的 狠毒的是他的母亲勾异夫人 刘福林并没有错 这十几年的日子是美好的 君臣其心 天下安定 国力恢复 但在元平元年 大汉又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一年汉昭帝以刘福林去世 没有子嗣的他并没有确定接班人 3 费力有因并以为君 汉武帝的儿子只剩下广陵王刘虚了 因此很多大臣都表示要立刘虚 但是这个刘虚 劣迹斑斑 汉武帝在位时 就把他排除在了继承人的名单之外 这样的人恐怕不是人君之选 但是霍光又不好说什么 恰好有一个狼官上了一份奏书 当初文王立武王激发而不立长子博一考 就是因为激发现能 因此费掌力又是可行的 广陵王不可以做天子 这番话就和霍光自己说的一样 目的很明确 儿子里没有合适的人选 那就从小辈里选吧 至于是孙自辈还是曾孙自辈 立贤不立长为原则 这个时候皇太后发话了 那就选昌一王吧 这位皇太后就是刘福林之妻 上官杰的孙女霍光的外孙女 对于这个决定 霍光既感到意外也感到为难 因为立皇孙是一定的 但昌一王刘鹤却不是自己心中的适当人选 因为刘鹤是李夫人一脉 和李广丽刘群王有脱不开的干系 但霍光转念一想 如果刘鹤半行丧德 也就是为君不嫌 那么自己心中的适当人选 就会变成唯一人选了 立昌一王刘鹤就是为了利而后费 让霍光心目中的合适人选变成唯一人选 于是刘鹤创造了一项记录就是成为皇帝后 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 做了一千多件坏事 相当于他在睡觉的时候都在作恶 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个笑话 也是天大的谎言 但是在当时 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 是大家都傻了吗 当然不是 朝堂上的都是聪明人 就因为聪明他们才犯不上犯傻 因为霍光的就不大肆农天掩年的表示 你们说不支持废刘鹤 我的宝监可不认识人 到了这个时候太后也没办法了 大家都说刘鹤半行丧德 只好颁布诏书废掉了刘鹤皇帝之位 但是国家不能没有皇帝 还有谁能立位天子呢 霍光这时才说出自己心中适当的人选 为太子之孙刘病已 这也是唯一人选 直到刘病已登上帝位的那一刻 霍光才如是重负般的松了口气 自己终于对得起兄长或屈殷的信任 通过忍辱负重经历了血与腥风 替卫是家族完成了决地反击 将权力又交回了为太子一脉的手里 在霍光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请求将自己的封义 拿出一部分给霍去病的孙子 并封其为列侯 汉书中记载 《光尚书谢恩约》 《愿分国义三千户》 以丰兄孙凤彻都卫山为列侯 丰兄票其将军去病寺 霍光死后 汉宣帝除霍是不忘霍光之功 除霍是是为了权力 宋霍光是因为感恩 没有霍光的忍辱负重 就没有威氏一族的绝地反击 也没有汉宣帝的昭宣忠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